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antha 今天想和大家一起看一下 Hurricane Ian對美國東岸造成什麼影響 而作為打工仔的我們 遇到天氣惡劣的情況 我們會不會得到保障呢 是不是仍然強制上班 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 就一定要繼續看下去 開始之前鼓勵大家 要先subscribe our channel 如果這個視頻對你有幫助 記得like和share給你的朋友 9月27日 巨峰Ean作為三級風暴 直管古巴西部 摧毀了1130萬人口的電力 而在同一個晚上 他穿過了Florida的西南部 並以強風大雨襲擊Tamper Bay之後 在一日之間減弱 並在早上星期四成為熱帶風暴 以為ok啦 怎知道在星期五SK登陸之前 恢復了他的強度 而最大持續的風速150英里每小時 有強大的三級變為四級 聽到都覺得很可怕 好 我們看看美國各州所遭受的影響 這裡的位置是Florida的西南部Fort Maya 它是在Tamper Bay的下面 看到這個影片有沒有覺得 似曾相識的感覺呢 沒錯 就好像聖經創世紀 上帝用洪水毀滅世界 根據美國新聞報道指出 當時洪水至少高於4英斜 就好像門一半那麼高 一日過後 海灘很多碎片 船隻就衝上岸 而沿著海濱 很多的屋子 和很近水的建築物都被衝走 好了 我們來看看Florida 另一個位置 Miami 是位於東南部的位置 你看看那個時候的死亡人數 已經上升到17人了 而Miami的首位 曾經以直升機 救出家中被困的2個人 和3隻貓 你看看地方到處都是水浸 樹木都倒塌 基本上如果你家裡有車 都是很難自救的 我們再來看看 美國其他東岸的州份 South Carolina 雖然依然有殘餘巨峰 以一級巨峰登陸 但真的不要小看 因為它仍然出現很大風和大雨 起碼超過10萬戶停電 還有 它在星期六的晚上 仍然繼續向東岸進發 現在由我老公直擊美國的 賓州 Delaware New Jersey 和Maryland 現在我是 下午12點48分 在Maryland 看看我們現在 Ian的颱風 對這個州有沒有什麼影響 現在在內陸 平家會去的沿海地方 都黑了 沒有什麼 又下雨 那現在我上到HIGHWAY 那HIGHWAY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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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小路濕濕 沒有什麼雨 天暗暗 不知道待會不會怎樣 那我已經開了半個小時 這個95公路 那這裏呢 就是Maryland 就 而我呢 就是 開始是由摩托河 這個城市 Maryland的城市 開了半個小時 那沿途呢 我都見到很多 私家車友 Ford 的車牌 不知道他們是否因為 想 去 這些親戚朋友 在York 或者費城 在Maryland 的 我的家朋友 住宿 而逃離 Ford 就是 被這個風暴的 襯襲 沿途 沿途我都說 好 那 現在我是 跨越三個州的 DRIVING 由 摩托河的 Maryland 一隻 經過Delray 又 直接去到 Pansylvania 有機會的可能 去到 New Jersey 或者New York 看看這個 海風 對三個州 有什麼 影響 在沿途中 那我繼續看看 我去看 Danny 我現在在海岸市 地區 我真的看到 有人出現 有人握船出去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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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